彰化鹿顶帆坡地区是水类五金的聚集地 日前共有37家业者参加城博展 其中结合臭氧杀菌的无牵卫浴材料 已经成为卫生安全精品的新趋势 透过镜头一起去看看 装置红外线感知器控制水开关 碰一下水龙头表面 水就难开开关关 还有家臭氧机的水龙头 自来水可以当作洗菜的清洁液 健康又环保 这机器产生的臭氧杀菌水 蔬菜水果只要经过它冲洗10秒钟 就可以去除75%的农药 和99%的细菌 第一家获得无牵认证的水龙头业者表示 无牵才能让民众更安心用水 比如说像美国他们就是规定 一定要无牵的水龙头 才可以在市面上卖 台湾的话目前连第一签的部分 政府都还没有去做一个规范 所以希望政府可以来重视这一块 我们是撇植这一些人才 让我们这些产业能去用 新品的设计也很有创意 像是外观大居形贴上金箔龙造型的水龙头 还有装置LED灯的水龙头 以及时尚LED美妆镜 最主要是以心灵创新功能科技 无赌省水质能省水 为最主要的主軸 37家业者各自展出自家的产品 看到了台湾设计的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新桃雅在电视陈映珍 叶喜红 台湾彰化报道